你怎么还不来啊 马上就出来了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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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加一下 我都二十了 二十怎么啦 你就是五十岁你也是有生的 还有你啊 小梅良心的 我给你打十字电话 你能给我接三个就不错了 我不是忙吗 你去谈恋爱了吧 妈 你怎么知道 她最近知道她跟那个 工作谈恋爱对吧 她最近工作谈恋爱简直费心了 一对小梅良心的 对 她给我 我买的 那边 老师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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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叔 等一下 行 怎么了 老师 跟你说个事 从明天开始 你就调到B组了 真的吗 老师 当然是真的啦 我还能骗你吗 老师 当然休闲啊 拜拜 拜拜 走 清楚下 去你家吧 你给我做点好吃的 我家 怎么了 今天不是很方便 没啥呀 该不喝酒 我还是在那里 我一直在操约中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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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轩哥 咱们是直接去公司吗 嗯 轩哥我想起一件事 上次咱们去苏州 咱们不是没有接的莫菲吗 嗯 结果啊 我回来之后 我去采购部查了一下绣房的清单 在绣房往来的客户中 有一个在上海开蜡染店的冯老板 然后我就加了他的微信 我问他 莫菲有没有去过他们那个蜡染店 结果他跟我说莫菲去 现在马上停车给他发个微信 问问他地址在什么地方 地址我已经给你一样动了 那你跟我动那么大圈呢 现在马上去 好嘞 连光 你终于可以长成死亡了 通知通知你这个是 你被录取了 那吓死我了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说什么 你这个邮件上面写的是你被巴黎的工会学院 录取了 太好了 你知道我读多少次了吗 这次终于录取了 我开心我开心 好 恭喜你了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我是 是 我也想知道 你是谁 为什么抱着我的女儿 莫菲 妈 不是不让你来吗 你怎么又来了 我马上就不回家的 莫菲 你还没有给我介绍一下你的这位朋友呢 他 没什么好介绍 怎么能走呢 我还不知道这位先生叫什么呢 他 就是 就是 我们先 我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阿姨你好 我叫唐明轩 我们俩是朋友 莫菲 我有话想要跟你说 可以出来一下吗 你就去一下下 你带我来这儿干嘛 你带我来这儿干嘛 你又来过这儿吗 当然啊 我小时候经常来这边 我妈给明年走秀的时候 她管不了我的时候 我就一个人在这儿玩 我小的时候也会经常来这儿 是吗 那你来干嘛 那你来干嘛 当男童啊 我小吗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会那么喜欢小狐狸呢 小王子的故事 你听过吧 这个故事呢 是我对爱情的启蒙 你信吗 我原来不想信 现在还错误了 你叫我来这儿就是说这个事啊 我小的时候会经常来这儿 你不也是吗 那你说 咱们俩有见过吗 见过吗 我不记得了 我那时候才五岁 我只记得我有一次 抓那个黑色的七星嫖宠 我妈不让我抓 还被我妈打了一顿 别人都不记得了 见过吗 你跟我打岔是吗 你跟我打岔是吗 我不想听你说这么七星飙转啊 我是真的不记得了 我们两个见过吗 是那天你留下的花 等你想起来以后再说吧 好 莫名其妙 神经病 走吧 你说的就是 天心很 会让你留下 心啊 脚折 一颗留给你了 说 把你留下 妇妇 不如愁 观看 你微笑的模样 爆映在我心上 运人 去的远 我 要爱我很长 你愿进山 你说咱们俩有见过我们吗 见过吗 你跟我打叉是吗 他到底什么意思呢 说了半天也没有说清楚 还说我们小的时候见过 可是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对啊 你小时候都见过谁啊 快说 下午那个男生带你去哪儿了 没带我去哪儿 突然 好累啊 莫菲 你又来啊 今天必须跟我说清楚啊 这个男生好大胆啊 敢当着我的面把你带走 其实他就是跟我聊一些 工作上的事情绣坊的事 你想来 你今天必须跟我聊聊试试的 他是谁 我跟你说 今天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就是我收到法国那边的通知 我考上那个学校了 我可以去留学了 姐 你被录取了 恭喜 恭喜 我就说你可以玩 你太棒了 姐 不用 不用 你们两个够了啊 我跟你说 既然考学校的机票很重要 我要去看一下机票 对 机票装卖得打车 姐 我去看机票 莫菲 莫菲 我要给你世界上最温柔的包容 我要给你世界上最温柔的包容 当你感觉到泪 我是你最柔软的枕头 我想要 你亲口说你也爱我 negative 不是你最柔软的枕头 也不灭的炭灰 我最最爱的你啊 你是一颗酸甜的糖果 接受请你愤怒的面孔 我好想看到你的笑容 许多人来了又走 我要做你最后的回合 所以请你不要再害怕 跟着我打过向前走 我要给你世界上最温柔的包容 当你感觉到泪 我是你最柔软的枕头 我想要 你情报上你爱我 我是你在无尽的夜 不灭的烛火 我最最爱的你呀 你是一颗酸甜的糖果 紧收起你烦恼的面孔 我好想看到你的笑容 许多人来了又走 我要做你最后的回合 所以请你不要再害怕 等着我打过向前走 嗨 大家好 这么晚还没睡的朋友 你们在干什么 现在大家的工作节奏压力 各方面都特别大 经常失眠不能入睡 所以我打算呀 从今天开始呢 每天晚上给大家读一段睡前故事 希望能够帮助那些不能入睡的朋友 安稳地进入梦想 那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童话故事 名字叫做小王子 名字叫做小王子 轩哥 来 怎么了 看来你昨天休息不错呀 实在挺不错的 对了 吴总他们过来了 他们再会一事 然后夏总再也到 走吧 这八款是经过我们公司内部开会之后 决定要上线的设计 你们分别看一下 不好意思 吴总 是不是弄错了 这位选手他并没有完成比赛 你说的是莫菲啊 没想到他在这次比赛当中啊 人气还挺高的 而且网上有很多粉丝支持他 点名要上架他所设计的衣服 所以我们就决定把他也拿进来 可是当初我们的规则很清楚 必须是获奖的选手才可以有机会 参加美日时尚的上线 他不是这次有成绩吗 吴总 这样应该是不算玫瑰吧 对 他排在第八名 应该不算玫瑰 如果这样走后门的话 那以后我们还有什么原则可讲呢 夏总监 你不要这样说嘛 莫菲的设计作品呢 也是经过公司开会一致认可的 我不可能因为人情关系 而影响到公司的决策 你说是不是 夏总监 你该不会不信任我的眼光吧 不会 我觉得挺不错的 咱们再继续看看吧 对 再看一下 你看看这个作品 萱哥 南京的那个峰会我问过了 都是行业内的头头脑脑 很怕你得亲自去一趟 我不是之前跟你说过了吗 要夏总监去啊 南京的云瑾据说特别好 据我的猜测啊 莫菲特别喜欢 一定的 是吗 我先准备一下 熊哥现在这么深了吗 提莫菲天下这么皇室 这是什么情况 听说白晓曼跟海耀机三周海天在一起了 打算破罐子会摔啊 走 走吧 好 那加了微信回头我再跟你联系吧 喝杯酒吧 方 好 谢谢 对不起 不好意思 怎么回事 方总监好久不见 真是 那句俗话怎么说来着 三日不见 我当刮目墙态的 接方总监吉言 我最近确实不错 至少比赛砍漫墙 那恭喜你 攀上高知 当供博 方总监还有一件事 就是上次莫菲服装被弄坏的事情 已经证明不是我做的 您不觉得你应该跟我道个歉吗 我没有说过是你破坏的吧 我只是让你找出证据而已 可是莫菲已经找我道歉了 你们上次实在是太欺负人了 我怎么记得是白小姐 躲躲逼人的 还动手打了人 方总 好了 是的 好 好 我 好 好 谢谢大家